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带清仓来说一下 我们抖罗H5这个游戏 什么肠子值得吃 什么肠子不值得吃 吃哪些是实战 吃哪些是虚战 其实道理只有一个 加生命攻击防御的 如果只加这些属性的 那基本上就是虚战的肠子 像这个虚战 这个虚战 这个也是虚战 武器攻击也是算攻击的一种 但是纯的攻击的 基本上都是虚战 这个虚战 这个呢 它技能减伤增伤 前期很强 所以这两个 一个是技能加成 一个简简上 前期效果非常明显 打架神器 而且这个加的战力 确实不是很高 这两个可以吃 武器的防御这个不需要 这个不需要 这个不需要 到时候这个PP的这种 全都需要 我们到时候10月10号 去天使极速100区 到时候我们搞一个 压战的号 压战的极致 今天所有的虚战的肠子 我们全都不吃 到时候我保证 没有人能原谅聊我们 不过到时候我们这个 战力也会比较低 你们进去的高战 还是能做我们的 就是到时候我们进去 如果你红的拉满 你是能做我们的 所以欢迎各位大佬 入驻天使极速100区 但是我们到时候 可能战力会压得 非常的磁石 和大家说一下 这边基础生命也是 不管它什么前缀后缀 魂环也好 武器也好 烂七八糟的 全都是虚战 对吧 这个也是虚战 这个技能减伤要 武器攻击虚战 五秒回血虚战 魂脑战生命攻击 也是虚战 知识长 虚战 回合的 这个技能加成 可以要一下 这个技能加成 怎么吃到了7100 这个太变态 真正能语常 这个甜心语常 这里有一个击破 击破的话 是针对于防御性的武魂 你打别人 不会出发 但是如果说 你打对面的这个燕 就会出发 是针对于防御性武魂 出来一个新特效 到时候我们之后 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 那个特效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先伤 先伤就是你打的 第一个人的这个伤害 这先伤基本上是废的 小龙说要 但是我感觉不太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刚开始是平A嘛 平A起手 你平A就有多少伤害 你加152% 所以说他就先伤有CD 比如说三秒内的第一发 这个攻击是先伤 触发这个先伤 那我觉得有点作用 但是如果说一场战斗 你就打第一一下 那就太容易触发了 那他就没有必要 所以这些东西 如果各位有谁 和策划走的比较近的朋友们 或者说你们真的非常懂 这游戏比我们还懂 还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这先伤到底这场子需不需 如果海豪龙虾场 到底有没有作用 这里这个虚战 这里暴击可以搞一个 暴击在哪里都是YDS 这个PUP减伤很需要 专注的话也还可以 这里技能加成 有技能加成的 一般不得要吃 但是这个不太想吃 这个和这个 这个是纯虚战 至少这边还有个技能加成 这个毛路肠 什么东西都是虚战 全都是虚战 但是我们到这个苍蝇的话 一开始应该也不吃 因为这苍蝇加的好像也比较多 刚开始也可以加几十万 猫肠加的好像更多一点 我们可能 因为它加的太虚的话 可能前期也不要了 不然会被别人说 这不是纯纯的压战 是吧 我们这个PUT增伤需要的 这后面的 这些系列的各种特殊的 一击都需要 致命一击 致命抗醒 这两个是互相针对的 一击和抗醒 抗醒就针对它的 线运一击 还有线运一击的抗醒 到时候也会有的 这个需要的 格档也需要的 线运抗醒 果然是有的 后面还有暴击抗醒 还有修罗一击 修罗一击的话 也是特殊的一击 也需要的 这个墨蝇肠坚韧 这个可以吃 这个加的算是非常少 而且它单体增伤很好 群工减伤需要 PP增伤需要 这里单体减伤需要 群工减伤增伤需要 兼韧可以要 远程伤害前面可以要 这里的远程伤害加成 这样可以要 这个不要 全都是 这钻石伤多元的 加的是最虚的虚战 您加个多少 一百多万 到我们现在 差不多快加了两百万了 一个还没有吃满 它太虚了 不要吃 这个东西神运肠 这个东西有点纠结 因为它最后有个 专属神运器的前化加持 到时候可以看 就是用什么阵容 比如说用以前的 那个阵容来打可以弄 我们这个阵容的话 也会来回变换的 以我的经验来说 现在我们这五角色 全都不需要 这个神运技能加成 需要神运技能加成的 有哪几个武魂 一个是SP塔 一个是战神蛋白 那个老虎 SP的老虎需要的 其他的新出的SP没有 这猫也不是 所以呢 我觉得那个神运酸 它有点虚 暂时先别吃 除非说 一代版本一代神 你就那代神出来之后 它就是个主星 然后你非要不可 如果没有那个 神运技能加成 你就被别人暴揍是吧 我觉得也不大可能 你沉住落地 怎么可能 有人轻松的揍你 我估计暂时不吃比较好 就再给大家看一下 有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新出玩家都不会注意到 就是这个 人物点开这些详细 出了很多很多新的东西 我们之前都没有看到 比如这个击破 我怎么知道 这个击破是 对防御性武魂增加伤害的 就是在这看的 对吧 这里专注是什么 攻击造成伤害会增加 就是专注越高 攻击越高 这里有些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生命归环 受伤 将一与伤害转为 生命合不自己 这个相对就是一个减伤 非常的强 但是我觉得 这个夹的神 好像不是肠子能吃的 这是在红角7里面 有一个汉海乾坤 这个夹规环 加了五角色105 每个人都分到20几 还可以的 然后那就占了20了 剩下37 是哪来的 我还真不太清楚 反正到时候会给一点 然后后面大家看一下 这个修罗一击 伤害是1.5倍 致命一击是 技能伤害加成 这个致命一击效果特别好 是为什么 是因为这里 虽然写的是78.6的出发概率 但是出发之后 它有个1500的加成 这样的话呢 技能的伤害就非常的强 这个东西 不是这个技能减伤能抵得了的 我技能加成有66 技能减伤是38 但是这个致命一击 需要致命一击的抗性才行 但是你看这致命一击抗性 才只有24 然后这个致命减伤是588 这个致命抗性 应该是针对是致命一击来的 这致命加成 对应的应该是致命减伤 加成是技能加伤了 就是技能减伤 这两个是底掉的话 我还有个1000的致命加成 所以这个致命一击非常的痛 幸运一击是指 对应该是最高伤害的概率 这是从传奇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 传奇的攻击 比如说它是13到15 攻击打出来的伤害是那么多 幸运值越高 你打出最高伤害 就15的伤害就越高 有可能你平常是13 14 15 都打出出来 幸运高了 就打15的就多了 是这么个简单的情况 但是对我们这个游戏来说 好像它没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范围波动 我记得当初那个法师 它能波动会更高 对传奇游戏来说 比如说它是20到120 这样的话它性命越高 它伤害就越高 它非常的吃这个性命的这种加成 暴击的话 它是加1.2倍的伤害 其实就是多20%的伤害 我外付加暴击是伤害 暴击值就是355 这其实没什么用 这暴击肠子其实不吃也可以 但是暴击肠子加了就战力也不高 也可以吃一下 格党和无视格党 其实无所谓 这个大家都不看一下 然后后面又多了一个万象一级 我印象里都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肯定是后来什么时候充的 你看才只有3% 攻击最下一次 两倍无视防御的伤害 这个基本上只有3% 而且还有2%的抵抗 那这样只有1%的出发概率了 就比较惨 还有贯穿伤害 随着这游戏越发的发展 进化 它不断的出一些新的名头来宣显 我就不信了 它以后还能出点新的东西吗 反正我是想象不出来了 反正我只能说 我很佩服三期的这个策划 所以14号 到时候欢迎大家一起来 这个急速100区 到时候中午12点 我们开服 我们还会送100个威斯德号 到时候如果想要进这个宗门 提前找我狗队 到时候我们有30个左右的 这个走后门的名单 到时候就30个人 提前找我加400的币 可以提前预约我们的宗门的位置 到时候我们那个宗门 我觉得一周至少会冲个 三四十六的刷 因为大家都是科技玩家 都是大佬 我觉得会很热闹 所以各位想要来贴使急速 爽一下的 可以到时候找一下我们 也可以直接在这里视频里的发展 下载一下我们的游戏 谢谢各位 拜拜